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把卫生打扫一下 小鹅现在逐渐等事了 有点黏人了现在 现在只要看不到人就到处找 找不到人他就会大声大声的叫 咖啡小鹅 我在这儿做呢 真是的 小鸡很怕冷 一出来就缩这个脖子 这就是我很少拿它出来拍视频的原因 小鸡小的时候也怕冷 不过比小鸡好一点 小鸡在保温箱里也待了20天了 还这么怕冷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敢给它脱温 小鸡大概21天左右就可以了 就可以脱温了 这只小鸡长一长 现在变颜色了 不是全黑的了 变成了这个颜色 我感觉这只应该是母鸡 小鸡11天了还没取名字 看了很多朋友的留言 我最终决定还是叫它阿鸭吧 小名叫鸭鸭 鸭头的鸭 鸭鸭虽然不在了 但是在我心里它永远是唯一 无可替代 不管以后我养什么宠物 黑鸭永远都是我最喜欢的 它虽然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 但是它永远都在我的心里 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 曾飞舞的声音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幸福的过往 阿鸭 阿鸭 阿鸭